老花一开阳屏镇啊 今天弄到的是一个营村 这个营村是我们青州 可以说盛产青春 不过我又从网上淘了一个 同样是来自于 鱼鸡故里花香素羊 还是跟大家说 这种一般都是素群 或者素羊那边过来的 只要是带有这种马的 这个你们就放心就行了 这个是可以放心买的 可以追到他的人 一般这种东西不会作假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五年苗营村花 你知道五年的营村能有多大吗 能长得比我的胳膊都粗了包 所以说大家买花的时候 你不要相信几年几年 你就这么笨形式形式 他一盆花养五年都卖不出去 他吃啥的吃 我看看有没有我的胳膊粗 这五年吗 小慧你这个不会养花的 你看看这像五年吗 五年就长这么点吗 你看你看你都知道两年 其实这种东西也就两年多 两年多样子 你想想五年 我的天哪 五年都回不了本 他这个资金怎么运转 手上拿的呢 就是一个营村了 非常非常 nice的一种花 非常的好养 这个东西呢 可以在我们山东地区 在北方地区都可以地摘的 全国各地都可以考虑去地摘 它开的是那种金黄色的花 垂下来像柳树一样 水风飘摇的一个感觉 非常的哇塞 咱们接下来先拆包 这个呢没什么好讲的 有的话说我喜欢盆栽的营村 盆栽营村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不过你要知道它开花只在这种春粗 粗春的时候 根系很健康 非常皮实的这种 好吧 下面呢这是长的一个大根结子 老根系很壮 另外呢 继续哈 就是裸根换土了 咱们也不 啰里啰嗦 啰里巴说的没用 接下来呢 就入盆 然后给它叨叨一下它的养护 咱们接下来入盆 入盆的时候呢 老规矩 找个差不多小的大小的盆 用上咱们家配好的这个土就行了 没有其他花里胡哨的动作 像这种裸根入盆啊 大家尽量的就不要用任何的肥料 让它自然的去生长一下就行了 你用肥料它又不长根 不是说用的肥料越多 它越适合 你就像咱们买猫啊 买狗啊 大家买个小猫 买个小狗 在家养的时候 都是先饿个半天 别回到家就喂东西 先饿它一天 饿它半天没事 你像咱们人是 人啊猫啊狗 一天吃三顿饭 像植物这个东西 一个月吃三顿饭 像这种东西到你手里边 就是你一个月不给它施肥 都没什么事 尽量的就是先养它半个月 别埋得太深 裸根换土 很多话说我裸根换土总是失败 你这个用土 对吧 第一方面就是什么呢 咱们在弄的时候 尽量的不要用肥料啊 我这个是剩了一点 不多 这个无所谓 素土入食 第二个呢就是选土 选土的话 大家尽量的选择好一点的土 你像我用到的这个呢 就是泥碳土 它很利于发根 大家不要用那些个 就五块钱一包的那种土 你五块钱一包的那个土 还真心的不如你去建筑工地上 弄点沙子 就是那种装修房子用的那种沙子呢 好吧 中午就是这样种完了 之后的一个养护呢 咱们就是一遍透水 放到太阳底下就行了 春天这个季节不怕晒 有的话 如果刚化完不是不让暴晒吗 您说的一点没错 它是不让暴晒 没说不让您晒 好吧 春天可以晒 夏天您这么操作的时候呢 就要放到这个树荫底下一点了 像这样子呢 咱们就算是种完了 之后就一遍透水的似的 接下来呢 我们适当的作为一个修剪 你像边边上这种像这种 它是影响养分的 后期长起来不好看 咱们直接给它拿掉 像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也不好看 是吧 后期带这个解子 端端看 还有这边这个小的 都给它剪掉 下面这些个小的笋子 我们也不要它了 因为我们看的是上面的整体 所以说先把这些给弄掉 留着干啥 然后把这种老的这个枝条 这个枝条太老了 这个位置 直接把这里剪掉 把这里 好了 修剪完就是这样了 先不要施肥了 起码半个月以后再施肥 接下来就给油光照 浇一边透水 其他什么都不用 如果说你担心不浮分的话 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点 类似于生根粉或者101这种东西 一边关于迎春的一个养货 给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了 这个不是五年 看年轮也就是两年虚假宣传 动不动五年八年 苗情啊 苗情很好 苗情很好 像迎春来说是中规中矩 不过呢 不是属于那种极品的苗 因为毕竟咱们花的价格有限 才30块钱 属于综合得分85分的一个苗情 您觉得呢 一边关于迎春的一个 简单的修剪肉皮 已经养货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也不错 请点个赞 请养货 您可以视频上留言 想看怎么花 也可以告诉我 帮你开箱 我是老花一 养货最转一 白了